第147章 浩月进入完成期 采尔之前就跟在龙浩尘身边 突然看到他凭空消失了 顿时吓了一跳 脸上明显流露出惊慌之色 王元元赶忙来到他身边 低声道 没事的 团长应该是去帮助浩月进化了 我们就等在这里吧 龙浩尘既然没有让他们共同前往 帮助浩月进化 显然就是有把握的 所以 王元元也并未告诉采尔龙浩尘 帮助浩月有可能面对的危险 没错 龙浩尘确实是有把握的 因为 在这种离开之前 浩月已经通过心灵感应明确地告诉他 这次进化的过程会十分短暂 正所谓后继勃发 经过一年的闭关 再加上这次吸收到的大量魔鬼食人花精华和迷神毒物 浩月自身积蓄的力量已经太过庞大 相比于以前的几次突破 都要迫切得多 但也必定会顺利得多 光芒一闪 龙浩尘和浩月 凭空出现在一座怪石灵巡的山丘之上 黑与红 以及那浓浓的浑浊空气 再一次出现在龙浩尘的感知之中 双剑一横 龙浩尘毫不犹豫地摆出了防御姿态 同时将心神全都放在浩月身上 和以前几次突破 尽可能压制自己的气息不同 浩月才刚刚回到他这本来的世界之中 四个大头立刻仰起 仰天发出声声咆哮 怒吼 那是一种充满了王者归来气概的笑声 似乎预示着 作为一代王者的他 又拥有了掌控一切的力量似的 扑 浩月脖子侧面的凸起骤然爆裂 一颗崭新的大头 骤然伸了出来 从传送过来到这颗大头长出 前后只不过三次呼吸的时间而已 如此突破速度 可见浩月这次进化 迫切到了什么程度 浩月的头颅和其他四颗大小差不多 最大的区别就是头顶的脚 它的脚十分奇特 就像是一朵菊花在头顶绽放开来似的 而在这朵菊花正中央 有一个圣魔大陆上平时很少见的骨子 关 这颗大头的眼睛颜色是暗紫色的 与浩月之前全身释放出的紫色有显著区别 浩月全身释放 以及所有头颅眼睛变色时 释放出的都是亮紫色 而这颗大头眼睛中的紫色 却要阴沉得多 有着菊花关独角的大头用力地甩了甩 用有些沙哑的声音和其他四的大头 一起发出着强烈的怒吼声 极为恐怖的气息 骤然从浩月身上爆发开来 哪怕是作为他血气的伙伴 龙浩尘都在这强盛的气势压迫下 忍不住后退了一步 心中更是暗暗骇然 他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此时的浩月 实力已经明显超越了自己 八级魔兽 相当于七阶强者的八级魔兽气息 而且 千万不要忘记 浩月是拥有五种属性的八级魔兽啊 以他此时所绽放出的整体气息 就算是九级魔兽 也未必能够稳胜他吧 浩月五个头的眼眸 颜色都不一样 但毫无例外的 在这个时候 眸光却都变得凌厉起来 而且 他的身体 也伴随着这第五个头的长出 而开始出现了变化 长达十米有余的身躯 再次开始了整体膨胀 身上的鳞片变得更加厚重了 也变得更加粗大 每一颗大头的体积 都开始伴随着身体增大增加 脖子变得更粗 就在龙浩尘吃惊注视着浩月身上的变化时 突然 再次令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扑 宛如破搏般的声音骤然响起 浩月背后那两个巨大的凸起骤然裂开 带着大棚的深紫色血液绽放开来 两只宽达三米 长度超过六米的巨大翅膀 就这么在他背后伸展开来 浩月的翅膀没有羽毛 看上去有些像蝙蝠 但却要比蝙蝠翅膀更加坚实 上面的骨膜及后 完全呈现为暗紫色 就像第五个头的眼睛颜色一样 翅膀破体而出 带来的上后 以惊人的速度愈合着 厚重的鳞片 也开始由翅膀根部向上生长 蔓延 伴随着翅膀的出现 浩月的身长最终定格在了15米 但整体体积 至少要比以前大了一倍还多 恐怖凝食的威压气息 带给龙浩尘的感觉 是有些不真实的 他真的只是八级魔兽吗 可是 八级魔兽能够拥有这种威能天下 充斥着皇者霸气的威压 看着浩月身上的变化 不知道为什么 龙浩尘心底 有种些许慌张的感觉 这份惊慌有何而来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他能够肯定的是 自己加上雅婷 也一定不是浩月的对手 也就在这个时候 龙浩尘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些发热 如果有人在这里 就能够看到 他额头上的九条紫色光纹光芒大方 就连他的皮肤 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紫色 一种与浩月一模一样的气息 也从龙浩尘身上释放了出来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的内 外灵力 竟是以一种紧喷般的速度 急剧提升着 提升的灵力并不是光属性 而是一种龙浩尘 从未体会过的特殊存在 这种灵力纯净到了极致 但却没有任何属性存在 与自身光属性灵力一接触 就随之变成了光属性 100 200 300 500 1000 2000 3000 龙浩尘体内的灵力 持续提升了整整3000之多 增速才开始减缓下来 而且 这还只是他自身内灵力提升的数量而已 外灵力有了多少提升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只能感觉到 现在的自己 全身都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毫无疑问 这份提升 完全是浩月带给他的 在以前的修炼过程中 可以说 绝大部分时候 都是龙浩尘给予浩月的更多一些 像眼前这样 在对方突破的时候 连带提升3000灵力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可想而知 这次浩月的提升 有多么巨大 而且 拥有了翅膀的浩月 无疑也就拥有了飞行能力 如果龙浩尘还是五阶的话 就从大地骑士 变身为天空骑士了 浩月庞大的身躯 缓缓转过来 全身上下的厚重灵片上 都散发着淡紫色流光 两只前找缓缓抬起 近视人力而起 庞大的身体 和龙浩尘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颗大头仰望天空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 难以名状的冰冷 遥望远方 再次发出一声凌厉的嘶吼 这一声嘶吼渐渐变为长笑 仿佛是要将内心的郁闷 完全抒发出来似的 龙浩尘默默地感受着浩月的情绪变化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默默地注视着 远方 似乎已经开始 有什么生物 朝着这边快速赶来了 但在浩月眼中 却流露着浓浓的不屑 两只前找缓缓落地 浩月五个大头 同时朝着龙浩尘匍匐下来 连带着新生的大头 一起贴近龙浩尘的身体 他们的眼神 也同时变得柔和下来 在龙浩尘身上蹭了蹭 龙浩尘心中 响起浩月的声音 哥哥 我进化了 我终于进入完成期了 哈哈 那些渺小的渣子 再也不能威胁到我的生存了 总有一天 当我重新返回这里的时候 一定会将他们 全都碾压成鸡粉 完成期 龙浩尘疑惑地看着浩月 浩月轻轻地点了点头 小光一低头 碰了碰龙浩尘的双腿 一股柔和的力量 顿时将龙浩尘身体托起 顺着小光修长粗壮的脖子 划到浩月背上 哥哥 当初你刚刚将我召唤到 你那个未免的时候 用你的血液 帮助我脱离了幼生期 进入成长期 而就在刚才 我终于成功突破了成长期 正式进入到完成期了 进入到完成期之后 我的实力 才能渐渐展现出来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将逐步完善自身 我真正的力量 也将逐渐苏醒 龙浩尘心中一惊 现在的浩月 才只是刚进入完成期 那么 当他真正突破完成期的时候 又会有多么强大呢 浩月感受到了龙浩尘的念头 他传递给龙浩尘的 是一种骄傲的情绪 似乎是在为了他自身 未来强大的实力而骄傲 哥哥 我也记不清了吗 我也不知道 真正完成了进化之后 当我达到终极体的时候 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只是 我的身体很渴望 能够有那一天的到来 龙浩尘微微一笑 轻轻摸了摸身前小光的脖梗 其实在我心中 你的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你能平安无事 实力能够增强到什么程度 我并不在意 浩月的五个大头 全部回转过来 五双不同颜色的眼睛 注视着龙浩尘 柔和的目光 仿佛要融化了一般 全都凑到龙浩尘身前 轻轻地在他身上蹭着 那份如沐之情 令龙浩尘内心不禁一片温暖 是啊 无论浩月有多么强大 他都是自己的好伙伴 好兄弟 挨个摸了摸他们的头 龙浩尘和声道 走吧 既然你已经完成进化 那我们就回去 省得大家等急了 这时候 他也注意到 远处已经出现了大量亡灵生物 正在急速朝着这边赶过来 而且有几股特别强大的气息威压 也开始出现了 浩月五个大头 再次扬起 一声充满威严的怒吼声中 浓浓的紫光 覆盖在他和龙浩尘身上 紫光闪耀之中 一人一兽 同时消失在这黑与红的世界 这一次的传送龙浩尘 感觉明显有了些不同 在以往的传送过程中 他都能感受到 自己是穿梭了空间 然后来到浩月身边 而这一次却不是 他隐隐感觉到 仿佛是浩月控制了空间的力量 直接将他们送回了原本的空间 光芒一闪 当身形巨大的浩月 重新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率级64号猎魔团的众人 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灵星看着浩月背后展开的巨大翅膀 忍不住说道 我靠 霸气外露 这 这真的是浩月吗 王元元吃惊地道 这是 第五个头 浩月究竟有没有极限啊 他的头 难道会一直生长下去吗 韩宇摇了摇头 道 我看未必 你们看 这一次 浩月身体两侧 已经没有凸起了 应该不会再增加头部了吧 不过 五个头已经很强大了 他身上的气息 起码也相当于八级魔兽了 陈英尔想了想到 我很好奇 浩月这第五个头 是什么属性的 司马仙最后做了总结发言 管它是什么属性的 只要强大就够了 浩月强大 就是咱们猎魔团强大 浩月五个头回转过来 想着众人轻轻地吼叫了一声 巨大的身体 缓缓扑扑而下 在这个时候 众人才注意到 浩月粗壮的四肢下面 都有冰鸣的迹象 才使得他庞大的身体 并未下限 龙浩尘微笑道 浩月在招呼你们上来呢 圣卫11号 12号 你们暂时回归永恒旋律吧 雅婷 你也回来吧 三道光芒 同时融入龙浩尘体内 浩月的进化完成 令龙浩尘信心更增 而且 浩月已经传递给他明确的信息 这幽暗沼泽 对他来说 没有太大的威胁 既然如此 一些露出在表面的实力 还是隐藏一些为好 在关键时刻 好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龙浩尘身形一闪 来到彩儿身边 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 彩儿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浩月 当初在夜小类展现的影像之中 就是龙浩尘和浩月一起保护的他 他自然也知道 浩月是龙浩尘的坐骑 在好奇的心情之下 他将右手递给龙浩尘 翘脸微微有些发红 更是清纯美艳的不可方物 龙浩尘看得微微一呆 脸也不禁有些红了 但心中却是暖意更盛 彩儿又肯 让他牵着手了 显然是对他的接受度提升了一些 握着他那柔弱无骨的小手 龙浩尘勉强压抑着内心的激荡情绪 以灵力承托 带着他一起飘身而起 重新落在浩月背上 其他人也都上了浩月的后背 有浩月保护 他们却依旧维持着完好的阵型 以便于随时应变 就在这时 浩月的第五个头突然回转过来 直接停在了灵星面前 看着他脖子上挂着的森然内丹 发出一声嘀吼 第148章 巨摇 上 灵星赶忙一把将内丹捂住 浩月 这个可不能给你 我要回去炼制丹药呢 这第五个头不屑地哼了一声 冲他摇了摇头 就扭转回去了 龙浩尘微微一笑 的 小子是在告诉你 让你把森然内丹收起来 有他在 这里的沼气毒物根本不算什么 啊 灵星愣了一下 他是聪明人 下一刻就反应过来 头儿 你是说 浩月这第五个头的属性是 龙浩尘微微汗手 你猜得没错 是毒 听到毒这个字 众人神色不惊 都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怪不得之前浩月全力吞噬那浓郁的毒物呢 原来是为了催生他这第五个属性围毒的头 毒属性 他们还都是第一次听说 在一只魔兽之中 好像还没有这种属性的存在吧 当然 之前魔鬼食人花那样的植物魔兽除外 浩月的第五个头微微扬起 在一声嘀吼中 他的双眸开始亮了起来 璀璨的紫色光滑闪耀 说也奇怪 伴随着他亮起的眼眸 周围的毒物 突然像是遇到了什么恐怖情况似的 疯狂散开 只是眨眼的功夫 直径起码三百米范围内的毒物 已经瞬间溃散 而且 伴随着浩月向前行进 毒物还在继续溃散 这就比之前圣卫十一号 或者是森然内丹的效果好的太多了 视线骤然开阔 也令众人 因为这幽暗沼泽死亡之欲的环境 而有些亚异的心情好转起来 沼泽地的颜色 其实变化很大 以防是淡绿色 此时 视线开阔了 众人能够看到的东西 也就多了许多 在魔鬼食人花的生长范围内 就只有他们这一种植物 过了这个范围 其他植物也开始出现了 依旧是以藤蔓为主 还有其他一些 众人并不认识的植物 浩月四提翻飞 大踏步地向幽暗沼泽内步行去 他似乎是完全无所顾忌式的 根本就不观察周围的情况 说也奇怪 自从众人上了他的后背之后 敢于出来袭击的魔兽 就完全消失了 咦 你们说怪不怪 那些无所不在的沼泽巨蜥 跑哪里去了 陈音儿一脸好奇地 朝四下看着 又不用自己走 还安全了许多 让他心情好了不少 之前被独物所迷的郁闷 也消失了许多 灵星黑黑笑道 这还不明白吗 蜥蜴遇到了蜥蜴祖宗 哪还不跑得搜搜的 吼 小光突然回过头 恶狠狠地瞪视了灵星一眼 灵星被他那胸光闪耀的双眸 吓了一跳 老大 昊月这是干啥呀 龙浩尘呵呵一笑 昊月说 他不是蜥蜴 让你不要把他和那些低等爬虫相比 不然就把你扔下去 灵星黑黑一笑 道 好 我们昊月乃是最强大的 什么蜥蜴 就算是巨龙都比不上 对吧 拍马屁 又不需要花钱的 他一向不吝啬 至少不会在这方面吝啬 昊月哼了一声 这才不再理会他 或许是因为 昊月这第五个头小子 是刚生出来的 所以 他表现的格外卖力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 完成了开路的任务 小子开路的方式很简单 张开嘴 朝着前方喷吐出一些吐息 他的吐息和眼睛颜色一样 也是暗紫色的 吐息所过之处 无论是多么粗壮的藤蔓 立刻就会融化掉 一路自然就畅通无阻了 不过 龙浩尘注意到 这小子 是在不断做着深呼吸的 每一次呼吸之间 似乎都在吸收着沼泽内的一些气息 而伴随着他的呼吸吞吐 远处的沼气毒物 也溃散得越来越厉害了 虽然龙浩尘不能肯定 小子的实力 和其他头比起来怎么样 但这毒属性 如果用得好 恐怕要比其他任何属性 都更加恐怖吧 只是顿饭功夫 浩月前进的距离 就已经比之前龙浩尘 他们行进的总和还要远了 也更加深入到沼泽之中 众人也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浩月宽阔的后背 足有十几米长 虽然坐了七个人 也丝毫不显地拥挤 只是龙浩尘为了小心起见 一直将踩而护在身边 所以 两人挨得比较近 继续向前 浩月又奔行了大约半个时辰左右 他们已经进入了沼泽深处 浩月的强势气息 拎着一路顺利地多 换了之前 恐怕他们耗费三倍的时间 也无法抵达这里 再次穿过一片茂密的藤蔓后 前方出现一片小湖 湖水不深 在这到处都是浑浊的地方 居然倾可见底 之前一直强势前进的浩月 第一次停下脚步 五个大头向四下张望 眼中第一次流露出了犹豫的感觉 龙浩尘能够感受到 浩月此时内心的借据 而在他的感知中 也隐约有种不安 心中凛然 龙浩尘喝道 大家准备战斗 注意周围 就在这时 彩儿突然下意识地 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龙浩尘感受到 他突然绷紧了身体 目光立刻朝着一个方向 注视过去 一道森然寒光 就在那一瞬间 一闪而没 这寒光来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几乎是紧贴湖面窜出的 那瞬间闪烁的速度 简直比此刻的利刃还要迅及 浩月骤然发出一声低吼 庞大的身体 略微向一侧倾斜了一下 龙浩尘能够感受到 他那声低吼中的痛苦 立刻从浩月背上跃下 在跃下的同时 一道金色身影 从他身上分离出来 留在了浩月背上 在浩月粗壮的右前腿上 居然多了一道翻卷的伤痕 能够看到 厚达半尺的鳞片 居然被切开了一半 隐约露出了里面的神经 不过 这伤口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愈合着 虽然龙浩尘不可能以攻击 来试验浩月灵甲的强度 但他和浩月 在一起战斗的次数极多 对浩月自身防御力 还是有着相当了解的 以浩月的外灵力强度 哪怕是在没进化之前 恐怕也有上万之巨 进化后翻倍都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被敌人瞬间划开防御 而且连闪躲和应变的时间都没有 这要多么强力的攻击才能做到 也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龙浩尘瞳孔收缩 因为他骇然看到 就在那清澈的小湖中 正有数十近百道寒光悄然升腾 全是朝着浩月这个方向 电射而至的 速度之快 根本肉眼难辨 浩月 龙浩尘近乎疯狂地大叫一声 与此同时 光明女神涌叹掉 悍然向前挥出 万千金光化为 无数光点挥洒在空中 这一击 龙浩尘已是竭尽全力 不但灵力全面输出 更是将自己的攻击速度 和覆盖面积 提升到了极致 正式灭膜闪 浩月低吼一声 背后两只巨大的翅膀 猛然张开 用力一拍 推动着他那庞大的身体 向空中生腾 浩月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在身体生腾的同时 五个大头 五口吐息 已经以最直接的方式 喷吐而出 轰向那清澈的小胡 刺耳的暴鸣声中 龙浩尘只觉得自己 仿佛被一柄柄锯锥 撞中了一般 哪怕是光明女神 涌叹掉这么强大的武器 也发出了轻微的悲鸣声 巨大的反阵力 直接将龙浩尘的身体 震荡地倒飞而起 但他也凭借灭魔闪 成功地给浩月 制造了成功时间 闷恨声中 龙浩尘脸色苍白了许多 同样的金光 在灵魂锁链作用下 共同出现在 帅级64号猎魔团众人身上 那些寒光 可没有放过龙浩尘的意思 他们几乎是贴地滑动的 瞬间就追上了 龙浩尘的身体 以他们伤到浩月时 所表现的强大破坏力 龙浩尘身上的辉煌盛楷 是明显抵挡不住的 但是 也就在这个时候 龙浩尘的身体 已经在一道白光的牵引下 瞬间向空中生腾 几乎是在肩部龙发之际 躲开了那些白光的清晰 所有人都有种背后 冒起冷汗的感觉 关键是 这份危机来的 实在是太突然了 从浩月受到袭击 到龙浩尘跳下 再到大片袭击出现 整个过程 就在一两次呼吸之间完成 剧烈的轰鸣声 在下一刻响起 五色吐息轰然落入小壶之中 爆发出剧烈的轰鸣 五种元素的恐怖爆炸 几乎将这不大的小壶 掀了个底朝天 这片小壶的面积 不过直径一 两百米左右 庞大的灵力 波动在空气中 疯狂扩散 一道道寒光 也在这个时候腾空而起 四散纷飞 借着这个机会 众人终于看清楚 那些寒光是什么东西了 这一发现 也不禁令他们 倒吸一口凉气 龙浩尘胸口剧烈起伏着 他刚才 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身上一阵阵发凉 如果不是他事先有所准备 将雅婷留在了浩月背上 关键时刻 凭借圣颖灵卢的牵引能力 将自己拉扯回浩月背上 这一下 想躲开 几乎不可能 因为他甚至连是放出 自己灵异的时间 都没有啊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无论是龙浩尘 还是他的伙伴们 再看清楚 那突袭的魔兽石 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 第148章 巨摇 中 这种怪物确实特殊 身材并不巨大 大约只有两米长左右 是一种奇特的鱼类 通体扁平却并不宽阔 大约有一尺宽左右 身体显得扁平而修长 但是 他的样子实在是太猙獰了 在头部前段 足有一米多长 是锋利的锯齿状 而且是两侧都有锯齿 在幽暗沼泽这种光线 十分暗淡的地方 依旧能够看出 锯齿上面闪耀的森然寒光 要知道 这玩意儿 整个身体才两米左右 但是头部前段的锯齿 就有一米长 占据了他整个身体的一半 这是何等恐怖的身体状态 尾部的鱼齿很大 能够大力推动他的身体 而且 每一只怪鱼身上 都散发着灵力的灵力波动 这种灵力 是龙浩尘以前所没见过的 绝不是一般鱼类魔兽 所拥有的水属性 有些介乎于风属性 和空间属性之间 或者说是二者混合 在这些怪鱼冲出来的时候 分明是风属性灵力的推动 而它那恐怖锯齿状前端 散发出的 却是空间属性波动 也正因如此 它的攻击力才能那么强 那可是空间切割啊 出现在众人视线中的怪鱼 至少有几十条 此时 在耗域五种元素的轰击下 正面被轰中的怪鱼 顿时炸出漫天白色液体 而绝大部分怪鱼 却是旁若无视 它们那极其光滑的身体上 散发出淡淡的银色光芒 灵力轰击鱼波 尽是奇异地从它们身上滑开 并不能真正伤害它们的身体 没错 就是空间与风双属性混合的魔兽 它们最可怕的地方 应该就是攻击力了 防御力和速度也是不俗 在这幽暗沼泽中 竟然还有这种魔兽存在着 更可怕的是 它们还是一种群居生物 恐怕在这片小湖之中 至少生活了上百条 龙浩尘倒吸一口凉气 立刻从永恒旋律中 召唤出两大圣尉 让它们辨认这种怪物是什么 两大圣尉这一看不要紧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 说出了一个令众人极其陌生的名字 巨遥 竟然是巨遥 巨遥不是早就灭绝了吗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这两位拥有强者之魂的圣尉 平时几乎是没有属于自己情绪的 但在这个时候 竟然全都显露出了明显的震惊 龙浩尘问道 巨遥是什么 圣尉十一号的声音中 多少带出了几分恐惧 这是一种恐怖的魔兽 它们个体的战斗力就十分强悍了 相当于八级魔兽的存在 而且还是群聚 它们的破坏力极为恐怖 头部前端生长出来的是 它们的脚 虽然是身体的一部分 但也同样是它们最可怕的武器 这种魔兽乃是水陆两栖 最大的弱点是不会飞行 可是 它们的攻击隐蔽性很强 哪怕是会飞行的魔兽和人类 在遇到它们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飞 很可能就已经被绞杀了 在远古时代 这种魔兽曾经称霸一时 后来遇到了它们的天敌巨龙 才隐没了 没想到竟然真的能够见到 在我们那个时代 也要从点击上 才能看到它们的存在 龙浩尘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这些怪物那么恐怖了 原来竟然都是八级魔兽 一百多只八级魔兽啊 如果它们拥有飞行能力 自己唯一的选择 就是带领伙伴们 立刻顿入永恒之塔内 否则 再多一倍的人手 估计都不够它们绞杀的 此时 下面的巨妖怪兽 一个个都发出着低沉的吼叫声 它们的吼叫并不太响亮 但在那份低沉中 却有着明显深邃的情绪 之前浩月发出的吐息轰死的巨妖 大约有三只的样子 还有即使是受伤的 同样是八级魔兽 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浩月显然要比它们强大得多 但遇到这么多巨妖 浩月也只能暂避其风锐 不过 浩月可不是什么好脾气 被它们袭击受伤 再加上龙浩尘闲死还生 已经彻底激怒了它 一口口突袭不停地朝着 下方小壶中喷吐而出 尤其是新生出来的小子 那一口口紫红色的毒素吐息 看上去连帅级64号猎魔团众人 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不过 巨妖不愧是上古生物 它们有着特殊的抵御方式 大量的巨妖 开始围绕着一个方向 迅速行进起来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一圈圈银白色的流光绽放开来 向空中升腾 形成大片大片的银白色护盾 与此同时 更加奇异的是 下面小壶 原本因为浩月轰击变得浑浊了 但在这些荧光蔓延之下 竟然很快就重新变得清澈起来 似乎所有毒素都被排空了一般 是啊 如果不是有抵抗巨毒的能力 这些巨妖 也不可能生活在这死亡之狱了 浩月的吐息虽然强大 但面对那么多巨妖联手的抵挡 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被逐一弹飞 起不到攻击作用 幸好浩月有了第五个巨毒之头 此时 它们所在的位置 周围都是浓浓的沼气毒物 是浩月身上的气息 才将这些毒物驱除开的 可想而知 如果是龙浩晨他们自己 凭借灵异飞行在空中 就算凭借技能抵挡毒物 恐怕灵力也会急速消耗吧 能不能冲出毒物群 还很难说 更何况 谁能肯定 在这沼气毒物之中 就没有强大敌人存在了呢 浩月五个大头口中 不断发出一声声愤怒的吼叫 显然是被巨妖袭击了很不爽 背后巨大的双翼不断拍动着 身上的灵力波动 也在持续增强 龙浩晨拍拍浩月的后背 安慰道 算了 这是他们栖息的地方 我们飞过去就是了 浩月虽然心中不甘 但也不会违逆龙浩晨的意思 这财心不甘情不愿地 拍打着背后双翼 带着众人朝前方飞去 打算越过这片小湖 找个地方降落下来 再继续前行 毕竟 飞在空中 带着七个人 还要抵抗毒物 对他来说 也是不小的消耗 但是 很快龙浩晨他们的脸色就变了 因为 那些原本生活在小湖中的巨窑 居然跟着浩月飞出的身形 追了上来 丝毫没有要放过他们的意思 这些巨窑想干什么 龙浩晨心中一惊 不得不说 如果落在地面上 他们还真不是这些巨窑的对手 无论是身体还是灵力 攻击力 这么多巨窑 实在是太可怕了 圣卫十一号道 巨窑群居 极为团结 所以特别记仇 刚才你们杀死了他们的同伴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龙浩晨淡然一笑 他们这办法 对付其他人还可以 对付我们 恐怕是找错了对象 也行进这么长时间了 我们也该休息休息了 走吧 我们回永恒之塔 追踪总要有目标 让这些巨窑连目标都失去了 他们还能怎样 只有返回自己的栖息地了 金光闪动 缓缓扩散开来 将浩月庞大的身体 以及众人笼罩在内 光芒收敛 下一刻 龙浩晨他们已经 全部出现在了永恒之塔一层 回到永恒之塔内 每个人都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至少在这里是安全的 再不需要担心 在那死亡之欲 会突然钻出什么恐怖的生物了 不过 龙浩晨对巨窑 还是有不小的兴趣 拉着两名圣尉问了起来 从他们口中 龙浩晨得到了一些 关于巨窑的详细消息 巨窑这种生物 确实极为强大 如果不是他们先天 不能飞行这个弱点 恐怕当初 称霸大陆的时间会更长 他们之所以拥有两种属性 是因为身体的原因 他们那独角之上 拥有的是空间属性 而身体则是风属性的 两种属性相辅相成 因此 攻击起来就是速度奇快 浩月能够杀死 几只巨窑已经是运气相当不错了 因为他的攻击突然 而且这些巨窑估计也没料到 会有他们对付不了的敌人出现 因此 在开始时 并没有进行任何防御 根据两名圣尉所说 在这片沼泽之中 哪怕有十级的森燃之王 面对这具摇群也不敢轻易入侵其领地 巨窑那独角的攻击力 恐怕不亚于一般的传奇装备 同样的 也整因为巨窑的强大 每一只巨窑的身体 也可以说都是质宝 首先是巨窑的身体 能够承受两种属性 在体内不停激荡 它的身体强度 要比一般魔兽强大得多 当然 这是在不考虑浩月这个多属性怪胎的情况下 巨窑身体最为坚韧的部位 还不是他们的独角 而是背部中央 一块只有三只宽的银白色背皮 极为柔韧 然后就是巨窑那恐怖的大脚了 它这恐怖的脚 哪怕不经过任何加工 只是简单地拿在手里 都是一件至少灰药级的空间属性武器 而且 是拥有接近传奇及攻击力的 毕竟 到了人类手里 这独角的威力 还是要削减一些 但是 如果是将独角加工呢 圣卫十一号告诉龙浩尘 从远古传下来的武器中 他就曾经见过 以巨窑独角为原材料制作出来的 无意不是传奇级的好东西 第148章 巨窑 巨窑的魔盒也和其他魔兽不一样 它的魔盒有一种特殊功效 叫做驱除 能够驱除一切毒素和负面的东西 保持身体清洁 加入灵力后 甚至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其作用 也是一种质保 如果运用得好 这东西足以克制任何拥有剧毒的魔兽和敌人 而且 连一些黑暗属性的腐蚀效果都能驱除 因此 可以说巨窑一身都是宝贝 当然 要是想猎杀这种魔兽 也要好好考虑考虑 它们可是相当记仇的 巨窑杀敌 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而且 根据两大神卫分析 能够聚集这么多巨窑生活在这里 恐怕在那池塘般的小狐狸 还有一只特别强大的巨窑 只不过是之前没有露面而已 这种能够突破八级 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巨窑 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它拥有着瞬间传送的能力 没错 它也同样不能飞行 但是 谁能肯定这家伙的空间传送高度极限是多少 万一被这家伙偷袭一下 想想吧 普通巨窑的独角历齿都那么丰锐 这巨窑之王更要恐怖到什么程度 龙浩尘倒是没什么表示 不过 有一位却一直站在他身边 美眸中柔波流转 翘脸有些不正常的发红 呼吸也有些急促 别误会 不是惨 而是快要流口水的王源源 也难怪王源源会流口水 他所拥有的空间属性 在各种职业者中本就是十分少见的 而拥有空间属性的装备 就更加稀有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龙浩尘 想要先给他添置一件传奇及装备 却无所得的重要原因 此时一听说 这具姚风锐独角威能竟然这么大 王源源不起觊觎之心 那就怪了 他拥有着巨灵神血脉 也传承了血脉武器巨灵神之盾 可是 他也就只有这一件强力武器而已 巨灵神之盾是有极限的 王源源自己也很清楚 这件武器虽然能够令他攻防一体 但对于空间属性拥有者来说 巨灵神之盾实在是太沉重了 尤其是在安装上空影水晶以后 它的重量更是会持续增加 在长时间战斗的时候 王源源根本不敢全力以赴 而实际上 巨灵神之盾 这件血脉传承武器 本来也应该是当作杀手锏来使用 而并非日常武器 源源 我明白你的想法 别急 让我们想想办法 如果可能的话 当然不会放过这次好机会 嗯 王源源答应一声 虽然他明显有些不淡定 但在这个时候 反而不能多说什么 毕竟巨灵神那么危险 龙浩尘将伙伴们叫到一起 巨灵的好处 大家刚才也都听到了 可以说全身是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多弄几只巨灵走 这不只是对源源有好处 哪怕是拿回去贩卖 也能增强咱们联盟的实力 换取的功勋 也足以给其他人换取好装备了 不用龙浩尘说 众人脸上 就已经流露出跃跃欲试的神色了 之前遭遇森燃的时候 大家就有这种想法 遇到这么难得的远古生物 能够得到的利益 当然不愿放过 它们这些 猎魔者过着的 都是刀头舔血的生活 增强自身 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 森燃找不到 但巨灵可就在眼前 我们目前要商量一下行动方案 分清主次 首先 对于我们来说 最重要也是摆在第一位的 是安全 无论巨灵能够带给我们多大的利益 我们都要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去获取 这句话龙浩尘说的斩钉截铁 因为他最不希望看到的 就是伙伴们因为利益而冒险 所以 刻意强调了这一点 说完这句话后 目光从伙伴们脸上掠过 看到众人都认真的点头回应后 才继续说道 接下来就是严密的计划了 普通巨窑都已经是八级魔兽 那么 巨窑之王很可能也和森燃之王一样 乃是强大的十级魔兽 绝非目前我们所能遇到的 一旦遭遇巨窑之王 我们就有出现伤亡的可能 因此 我们的目标只能是普通巨窑 对于我们来说 最好的情况 就是在那巨窑群中 并没有巨窑之王的存在 但是 未雨绸缪 我们只能考虑最坏的结果 大家集思广益 我们一定要谋定而后动 接下来就是修整和讨论的时间了 虽然在永恒之塔内 大多数人都不能恢复灵力 但好在之前都没什么消耗 可进入幽暗沼泽后 每个人的情绪都处于紧绷状态 在永恒之塔内能得到有效的放松 保持最佳状态 迎接接下来的一战 在议定了战术之后 龙浩尘却并没有立刻带领众人 重新回到幽暗沼泽中进行计划 反而是和众人 一起登上了永恒之塔的第二层 浩月展开巨大的双翼 悬浮于二层的飘渺云雾之上 所有人都在浩月背上 感到最新奇的自然是彩儿 失去了记忆 自然也让他忘记了这里的一切 在这第二层 他们已经不知道历练了多少次 所有人的空战技巧都是从这里练出来的 但是 直到他们离开圣殿联盟的时候 却也没有突破第二层最后的两关 而这两关龙浩尘一直留着 就是为了持续磨练伙伴们的空战技巧 但是 他现在却有了新的决定 浩月在龙浩尘的指挥下缓缓前飞 周围的云雾不断向后方掠过 远远的 前方一座巨大的金色雕像已经隐约能够看到 前面已经通过的关卡不会再出现 眼看着那雕像逐渐变得清晰了 龙浩尘却让浩月停了下来 司马仙疑惑地道 老大 这会儿我们还要进行历练吗 消耗的灵力很难补充啊 龙浩尘摇了摇头 一旁的灵星已经十分鄙视得道 光头老 你真是个棒准 这还不明白老大的意思吗 老大这是要增强我们的整体实力 看好吧 龙浩尘也不解释 微微一笑 背后四片灵异展开 已经飞了出去 双手之中 光之联衣与光明女神涌叹调同时出现 在飞出去的那一刻 她的双眸中 目光也变得丰锐起来 就在她向前飞行了不到二十米时 突然 一道清光从天而降 紧接着 一个骷髅毫无声息地出现在半空之中 这骷髅看上去十分奇异 她的体积 要比圣卫十一号还小上一些 背后的翅膀数量 却比龙浩尘还多出两片 达到六片之距 伴随着一团青色火焰 融入到她头颅之内 全身上下顿时迸发出强烈的清光 隐约中能够看到 在她身体周围有着浓烈的风元素在盘旋着 这名骷髅的武器也十分奇特 并不是正常装备 而是两柄宛如蛇形的短剑 短剑也同样呈现为青色 最前端的蛇形更是如尖锥一般的样子 毫不怀疑 这种武器落在人身上 会产生多么强大的破坏力 次目的青色火焰 在她的两个眼眶内剧烈地跳动着 她的身体几乎在下一瞬 就变得虚幻起来 对这个骷髅十分熟悉的众人都明白 并不是她的身体变得虚幻了 而是她在一个极小范围内高速移动着 随时都有可能将速度完全爆发出来 没错 这名青色骷髅 就是二层拥有强者之魂的强大存在 也是他们所有人来到第二层之后 真正的空战教官 拥有强大风属性的强者骷髅 看到她 包括龙浩尘在内 每个人身上都有种凉嗖嗖的感觉 他们可是都曾被这青色骷髅 虐待得不轻啊 她那宛如鬼魅般的速度 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龙浩尘恭敬地向这名青色骷髅 行了一个标准的骑士礼 然后背后肆意才骤然 展开到最大 浓烈的光明圣火 瞬间升腾而起 在幽暗沼泽中 圣卫十一号 十二号 用他们强大的实力和实战经验 充分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正如灵星所说 龙浩尘这是准备征服眼前 这很可能是圣卫十号的强者骷髅 从而增强团队的整体实力 面对速度极快的巨摇 圣卫十号的作用 无疑是巨大的 也是龙浩尘战术中的核心之一 只不过之前龙浩尘 在和伙伴们商量对策时 是将自己摆在那个位置上而已 就当龙浩尘的身体 在向前跨出一步的瞬间 青色骷髅动了 无法形容他所展现出的速度 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瞬间 都在他行动的一刻破碎了似的 哪怕是在以前的战斗中 众人跟他学习空战技巧 也几乎都是凭借意念和感知 因为他们的视觉 根本无法顺利捕捉到 这青色骷髅的动作 由此可见 他的速度是多么恐怖了 但青色的光芒一闪而逝 就到了龙浩尘背后 一个标准的刺客双手被刺 直奔龙浩尘两肋扎去 那青色骷髅 甚至没有回过身 只是反握着匕首 也就在他行动的同时 龙浩尘也动了 他竟是 没有试图 做任何闪躲的动作 而是做出了一个和青色骷髅 几乎一模一样的反手被刺 只不过 他用的是单剑 而并非双剑 早在面对青色骷髅的那一瞬 他左手中的光芝莲一 就已经反握住了